挑战创业第一天 来沈阳买公司 视频有点缠啊 就是这家传媒公司 据说是老板娘嫌公司女孩太多 不让她开了 我咋就那么不信 我信了 不是 问一下 你是咋搞到这种秘书的 魅力 还拿上饭儿了 饿死于三千 我只举一瓶 大哥瓢得好 也不知道这双胞胎秘书 能不能留下肝我 第一次签合同 让秘书帮我记录一下 家人们签完了 合法了 别说还有点小激动 前辈秘书现在是不是我的了 你可以问问他俩 他俩好像有些信不过我 也能理解 毕竟一个好的老板 对于他们都很重要 那能先领我看眼公司吗 可以 好 去看一眼 我花了几百个道友买的大钱是 卧槽 去 你那人拉机去 有 啊 转场赚错了 吓我一大跳 这么多女员工啊 回头弄个姨妈 假期让自己疼 也不能让员工疼嘛 就一个抬球案子也不够啊 回头再弄一个 赚不赚钱不重要 主要是让员工 开心啊 回头再找俩保安 就是那种一米八大哥的小哥哥 都给他们孵化成网红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他们好像不那么排斥我 偶尔还会对我笑一下 所以 你俩愿意留下来吗 昨天 为了这对双胞胎秘书 还在创业犹豫的我 果断买下了这个公司 可是 他俩好像并不相信我这个新老板 你那我贪事了 第一天 俩秘书就遇到麻烦了 你把手撒开来 你谁呀 你谁呀 你拿手机拍啥呢 别动 别动我 听懂吗 我动你怎么了 这里有监控啊 告诉你 再动他试试 说吧怎么了 我就想让他朋友吃个饭 我问你了吗 没事 我自己难以解决 你要能解决 还要我干什么 你又是谁呀 我是你们公司 刚上任的运营主管 只要我愿意 跟朋友说一声 你们公司劳榜能当几天 你呀 就别动我写事了啊 你放尊重点啊 我们已经分开了 你这样好吗 我就是想给你吃个饭 他今天你肯定带不走 那个 你什么来着 运营主管啊 这人谁带来 谁到了 你先带老板打开 放了 然后你去我帮助待会儿 还是我帮他搞定吧 那个今天是来 运营主管 甚至到来呀 为了这对双胞胎秘书 我买下了这家传媒公司 还在不信任我的同时 他前任还找上门来 你想想走啥呀 咱俩这人老拽他干啥呀 这不正解决的吗 你还要多解决就晚上的吗 我救人 咱俩解决咱的死事 他一个外人过来查了一条 你说我救人 不是 他现在意思已经很明显了 你能不能像爷们似的 你以为你是谁呀 我已经跟伯母说好了 今晚带他回家 你今天肯定带不走他 他既然带我公司 我也有权力保护他 你说你给他放量 他已经表现得很清楚了 他不识管你 你从我上次说习惯他 你这么快就知道了 他那公司会见的没了 不是 他你找来的啊 你让他走吧 他不是我这 不是哥 他谁呀 不是你别那么多废话 张琪你怎么了 还好吗 还好吗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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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